不少花蓮觀光業者擔心遊客不來 許多店家無法繼續經營 為了生存 他們不得不與農會或是相公所合作 到北部行銷商品 才能夠勉強維持生計 那我們在生活上的壓力是造成很大 能夠配合這個觀光局 以及花蓮縣政府跟農會跟相公所的政策之下 將我們這些人帶到台北啊 中部去推廣我們的農產品 雖然說這種收入是不多 但是能夠逐漸的會減輕 我們生活上的一些的負擔跟壓力 觀光署長九月推出 從游花蓮一來再來方案 希望振興花蓮觀光產業 然而受到強震重創的泰魯閣三葉村 許多員工至今仍然依賴 事業補助金度日 觀光業尚未出現附屬跡象 這些員工歷經了15年的穩定工作後 因地震一夕之間陷入困境 人生也隨之發生巨變 然後零四里像是大地震 就變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們這個群組一樣是沒有解散的 因為我們都衷心期盼說 有一天三葉村可以繼續營運 那我們也會 如果能繼續得票的話 我們也會盡全力把它恢復這樣子 就我們是最後一批 大概有十幾個是最後一批 現在都在領就會補助這樣子 像我自己的話 會在領最後一兩次的事業補助之前去 開始去找工作這樣子 花東地區觀光人數銳減 交通問題是主要原因之一 導致民眾前往花蓮的動力水之減弱 儘管觀光署署長推出了 重遊花蓮一來再來方案 希望能拉抬產業 但對於受災最嚴重的太魯閣地區而言 失業族群面臨生存壓力更加迫切 急需社會的幫助 原始新聞樓 花蓮秀林採訪報導